Hello 小伙伴 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我每次说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都要脑子去想一下 就像有点死机硬背的感觉 就是他太低声那个人心了 里面还是一个有边境 像纸一样的跑 Hello 小伙伴 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大大标车 我是薛俊峰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真话的大名画 今天就到了这台车的最后一期 就是前后门内防撞梁和甲全那点事了 首先还是要跟小伙伴去展示一下门的内饰 它的新棉的面积是很大的 基本上可以占到80%左右 但是它的新棉的厚度实在是有限 看一下门本身 它是焊接门的形式 这侧要是有焊点的 这点就非常像日韩系的一个制作的工艺 上下的门脚链同样也是冲压式的门脚链 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门的制作的工艺 我们说看到欧洲会更多用冲压式的门 日系 韩系会用这种焊接的门 这种滚压式焊接的门 它的钢板可以不用非常高的强度 是因为它用结构可以去保证它的强度 它可以去卷好几次 保证它相应的强度 并且这种方式它是比较省板材的 一块钢板它可以切成很多道 然后做成各种各样长短不一的门框 然后我们再进行相应的焊接 而那种冲压式的门材质要求是比较高的 是因为它就是一起冲压 它是比较废材料的 就是中央这块是完全是废料 是没有用的 虽然说我们看到这种焊接式的门 它比较省材料 但是它的焊接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曾经调研过 就是国内也仅仅只有三四个厂家 可以做这种焊接门 好 我们看一下门的里面 首先它是有一个防潮膜 防潮膜非常的薄 并且是用一种胶布的形式去进行粘贴的 它还是有一道防撞梁 然后是一个W形的 大致是这样一个角度 加枪金是没有的 里面是有相应的指针板 好 这个是门一个大致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去后门看一下 好 我们来到后门 也是跟小班再去展示一下 后门的新棉也是面积很大 但是依然是非常非常的薄 好 看一下门本身吧 依然是弹件式的门 然后上下是冲压式的门脚链 那跟前侧一样 它的纤维性也是那种包塑型的纤维器 依然是一种非常薄的防潮膜 然后里面依然是有一道防撞梁 并且是没有加强筋的 防潮梁是比较靠下一点 也是一个W型的 直针板也是一个条状的 斜着贴在门板的这一块 行 后门也是快速的跟小班去分享一下 那么现在就来看看这台车 后排钢板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如果说它非常像英朗的话 英朗的后排是有钢板的 而它到底有没有 我们去看一下 这台车后排是不能够放倒的 所以说我们也是费了一些力气 刚才也说了 英朗后排是有钢板的 而这台车后排没有钢板 它仅仅是有两个骨架 钢板的重要性不再去重复那么多了 还有一个就是后排的头枕 这台车我们在跟着明快玩 转转转也说过 后排的头枕它是不能够上下移动的 虽然说里面有一个非常小的骨架 但是它不能够调整相应的位置 如果说发生了追尾情况下 如果说你的头枕正好是在脖的位置 你个头比较高 是不是可能就会对你的颈部 产生非常大的伤害 好 这个钢板也跟小伙伴去分享到这儿了 这台车是没有的 那么现在就是最后一个环节 看看这台车底板内的填成物 和它的甲权到底是如何 我们去看一下 现在是最后环节了 我们先看一下底板的填成物 是一个发泡的形式 我们也会把它成为一个原生的状态 我们搭线的缠绕也是非常的密的 那么紧接着就来看一下 我们用PPM这个仪器 测得的几个半定量式的测试 首先还是会看到它地板里面的甲权 释放量是比较大的 是0.15毫克美力方米 然后其次是座椅 座椅是会低一些 是0.058毫克美力方米 顶棚是最低的是0.049毫克美力方米 好 这个是我们的半定量式的测试 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要用 空气甲权和TVOC释放量的这样一个方式 看一下它最终的甲权和TVOC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好 接下来就跟小伙伴分享一下 这台车车内空气甲权和TVOC释放量的 这样一个环节了 那么首先还是跟小伙伴来公布一下 甲权的测试结果 首先这台车一定要23度上下一度 密封静置19小时之后 我们从下车席的位置抽取10升的空气 然后和我们的分射计相融合 检色液已经是滴住完毕 好 那么现在就来看一下这台车 在我们的这个测试环境 包括我们的这一个仪器里面 最后显示出来的甲权的释放量到底是多少 最后在我们的机器上面显示的数据是0.138毫克每立方米 好 这就是我们的甲权释放量的测试 那我们现在去看看TVOC的测试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TVOC的释放量 当然我们的车也是和刚才一样 23度上下一度 然后横温静置16小时之后 看到有一根依旧的硅胶管 然后和驾驶席的位置去行固定 当然TVOC也是甲本类这些有机挥发物的一个总称 也是我们进到车内感觉这车味道比较大 TVOC占的比率的确会更多一些 我吸入以后也是对身体非常的不好 也是会头疼 恶心 好 那最终我们还是要在我们的仪器上面去看一下这台车 最后显示的数据是0.92毫克每立方米 就是这台车TVOC的一个什么量 那我们现在就要回到车前看看这台车 在今天这个环节它的得分到底是多少 也是在我们的积分榜上面 这台克鲁泽排名到底是多少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就来总结一下这台车最后的得分 那我们依然还是老规矩 在说最后得分之前 先回顾一下我们前两期拆车的得分 前后防撞梁的部分 在满分61分的情况下 它的得分是34分 那在底盘的部分 在满分55分的情况下 它的得分是27分 而在今天这个环节 在满分43分的情况下 它的得分仅仅只有11分 因为我们将来记得回看到这台车其实和英朗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但是英朗在我们之前拆车的结果 它的后排钢板是有的 然后后排的两侧的头枕是完整的 中央是没有头枕 好 那最后也是来看一下这台车在我们的积分榜上面 它的得分和排名到底是多少 我们去看一下 那这台雪佛兰的克鲁泽 那施下成绩是45分 那拆车成绩换算为百分之以后是45.28分 当然还是按照25%和75%的这样一个关系 去进行相应的计算 最后的成绩我们精准到小数点后 两位是45.21分 也是40分行列 在稍微中央靠下一点点的成绩 那我们也是看一下 英朗到底得多少分 英朗在我们的积分表里面 它是52.33分 也是差着将近有一个10分的状态 刚才也说了 因为的确最后的这个环节 它的10分是非常非常多的 并且在试驾这一块 两车还是会有不同的表现的 所以说这是最后得分的情况 当然我们也是最后再用几分钟时间 跟小伴去唠叨一下 这台听起来很拗口的克鲁泽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车 我们现在去聊一聊 那么也是最后再用几分钟时间 跟小伴去唠叨一下这款车 当然也是先大致的再总结一下 这台车的优缺点 外观不许说太多了 然后的确有一个优势 就是它的轴距是比较长的 所以说里面的空间 正常家用角度来说 的确是够用的 车机这块算是一个亮点 因为从这台车整体的感觉来说 它的确是美系那种比较粗犷的感觉 但是车机这块的确非常的与时寂静 有相应的APP 然后包括说可以互联 当然对于这台车的动力配置 1.0T加上6DC器 还是那句话直接劝退 如果说您要是真的喜欢这台车 对吧 1.5自吸 也是可以去考虑一下的 但是说从使用来说 它的1.3T三缸也不是不行 因为它的1.3T三缸也是配备的是6AT的一个变速胶 我们之前测试过 沃兰多真的表现还是挺出乎意料的 但是无论1.3T也好 还是1.5自吸也好 我觉得都要比这台1.0T真的要强上不少的 1.3T和1.0T 其实它们的价格并不会相差太多 整体来看的话 它和英朗还是叫做同源的 我们说从悬挂结构 前后防烦梁的这种布局 包括说底盘的情况 其实都非常非常相近的 并且这台车是一个独立悬挂 虽然说后面是一个三连杆 我们俗称叫做快的悬挂 但是好歹是个独立悬挂 就是谁适合这台车 你喜欢合资品牌对吧 然后的确囊中有些羞涩 就想要一个个头比较大的车 其实这台车还真是在这些 合资品牌里面可以去看一看的 但是呢1.0T的话呢 还是要慎重的考虑 另外两个排量的 其实都还是可以去试一下的 当然最后呢 我还是要回归到这台车的名字 是因为它的名字真的是很拗口 尤其是雪佛兰现在起的名字 感觉你都分不出来谁是谁 克鲁兹 克沃兹 克帕奇 克鲁泽断 这么拗口的一个名字 这么不好记礼名字 何况呢 我汽车行业也还算是了解的 不少的一个老司机 都对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印象 所以说起名字啊 真的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其实对于一个产品而言 你如何让别人去选择你 人得知道 您是谁 弄了半天 别人记不住这个名字 我觉得在这个最起码 这个营销 其实就是一个失败的 以雪佛兰的这几个车来说 我们印象中最深的 还是那几款相对而言 真的细心耕耘的那几台车 克帕奇 当时是非常成功一台车型 除了那个大狂蜂的跑车 克麦罗之外呢 克鲁兹在之前是非常非常火的一款车型 但是停产了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名字已经在我们用户心里面 已经扎下根来了 你非把它停产 然后用一个叫做 克鲁泽 我每次说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都要脑袋去想一下 就像有点死鸡硬背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太不深入人心了 为什么不把它叫做一个克鲁兹 plus或者是克鲁兹 MAX这样一车型呢 因为这种的命名方式 是能够让人分清楚不同的划分 对吧 如果说叫做克沃兹plus 哦 克沃兹我知道什么叫 plus更大了 那不就是这个车吗 其实对于一个车体来说 其实他们的产品是需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划分的 而现在对于雪佛兰而言 就是他们的产品的重叠率是非常高的 并且他们的名字让大家根本就弄不清楚你这个车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对于雪佛兰也好还是对于其他的品牌也好 真的一定要在名字上面去好好的再下一番功夫 不要去再弄这些什么克沃兹克鲁兹等等等等 像八百百名奔北坡的这种绕合的名字了 如果说小伙伴对这类车我只能说叫做这类车 因为它的产品的划分实在太不清晰了 感兴趣的话呢 我还是强烈建立可以去看一下英朗 因为英朗在我们的拆车成绩来说 其实还是会更优异一些 仅仅是因为稍微的短了一点 所以说选择权还是在消费者的手里面 具体什么样呢 小伙伴可以去三天去看一下 好 今天大标车就跟小伙伴聊到这儿 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自己做出大平板 但也是那个指挥说真话的大平板 那我们下辆车我们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